怪事發生在1983年初春 在東京西郊 高森二南35歲 在都市中心區的稅務園 有32歲的太太和兩個兒子 大的5歲、小的3歲 她很顧家 雖然每天由新宿搭京王線上班要40分鐘 一想到她的家庭 清新的空氣和綠草 這段辛苦就不算什麼了 房屋貸款是25年 如無意外 她有自信可以供完房子 就在她們搬入新屋的第一晚 發生了奇怪的事 一家四口圍著桌子 慶祝新居 兩夫婦住在樓下 兩個弟弟睡二樓 另外二樓還有一間客房備用 很久沒喝過咖啡的高森先生 喝完咖啡之後 就躲進去睡覺了 高森太太突然叫 起床啊!起床啊! 高森先生醒了 高森太太靜靜地指著天井說 二樓的客房有腳步聲啊 現在幾點啊 一點四啦 睡了啦 什麼都聽不到 但是我肯定是人的腳步聲來的 原先我也以為是自己心理作用 但是腳步聲響了三十分鐘了 可惡 是小人啊 很可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